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6月29日,星期二晚上的这个乐余谈 当这个白贝克木耳阴纯带了一众特区政府的高官 北上去到北京,然后出席中共的百年党庆 看看共产党过了一百年有多少风光 有多少威衰,享受国家的荣耀之时 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有一个自己认为 学历很高,除了这个陀铁 什么都没做过的四眼龟给李家超 但做这个处理特首之后 很多人都说,真是小股不想到 给一个陀铁的,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最高的权力的位置,虽然他是暂代演员 但是也有机会坐正了这个位置 虽然时间不知多久,林郑月娥一个不论 不论意,七一之后搭飞机回香港 你要知道,这段时间又多这些行雷闪电会出事 又落冰箔,又打风,一个不论意的飞机 不论意的飞机,不论意的飞机 不论意的了,没有选出特首之前 李家超就会做我们的处理特首 香港的你老母的话事人,没有问你死了 很多朋友都在你老母的担心 其实香港,不论意将来 会不会这些你老母的鱼鱼鱼 都会有机会 做这个最想大的掌权者 香港现在有几个高位 都被这些警察坐下了 那究竟香港不论是一个警察坐下 一个警察政权又或者一个警察都市呢 那当有些权力依靠建制的政界中人 被人用了英文去问他这个问题之后呢 那个粗口烂舌,用粗口吵架 林郑月娥的那个女孩 吵架,她就吵架这样的样子 如果是警察住,那为什么不? 我认为是有问题 如果警察住,那当然 我不是想把那些片子给大家看 因为法恩不标准 吵架,吵架,挨架 池不达架,挨架,挨架 挨架,挨架,挨架 给外国人看得到,挖你个街 所谓的某一些政党,某一些挨架的议员 英文吵架,吵架,杀到如此 那真是大挨架了 真的完全不想见得人 所谓的吵架,国际金融中心 被这些吵架,战意历 受到严重挑战的吵架 吵架,挨架,挨架架 你说真是不想知道 人家懂就笑死,不懂懂就吓死 是不是这样说 那那个女孩的英文那么差 那怎么解释呢 我就帮她不想到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 我当然有理由相信 他就很想像一众港女那样 吃一下羊肠,学一下英文 靠一些鬼头 pillow talk那时候 吵架架架,然后跟着 教他英文 动之以情 然后掃之以理 学一下英国的文化,学一下外语 充实一下他的人生 当他充实完下体之后 就可以在文化基础上 得到栽培和插殃 但是当然 这一副样貌 他人都说品味 吵架架架架架架架 是不是任何的中国人都摆入口 吵架架架架架 吵架架架架架架架 你老母在香港仔水堂 你老母求求他,其實找一隻野豬出來吵,或者是全家產去深水埗找一隻牢狼狗來吵 甚至去郊野公園裡面,見了一個墨板,有個洞,你老母走去吵,也不想吵你這個女孩子,人又衰蚣又臭 不過這樣,這個女人可能是一個古井,吵他這麼久都是單身,如果你抵擋得住她那麼隨便,覺得她吵你老母這麼蠢,你都忍受得到 可能吵你老母進去這個無底心洞裡面,別有一番洞天,吵他都是寶藏 所有未有伴侶的女友記,為了你的事業著想,省了幾十年的奮鬥 吵你老母,你不進地獄就誰進地獄呢,是不是這樣說 當然這個八婆被人問到,吵你老母,為什麼你認為可以香港做一個Police Day有好處呢 因為我作為一個人類學家,聽完她的答案就完全明白 甚至沒有她的,未能說出這個答案,我都知道她一定是答食招 怎樣解釋呢?空虛寂寞和冷得這麼久,當然要放一條招在口裡,吵你老母充實一下 如我所料,她真的答了一個食招,不過她用法音很不想標準來講這個security 這樣,吵你老母就讓我明白到她內心的空虛,和她吵你什麼的 熊順熱艷,極代撫慰那種吵你老母的心態 當然,她是不想知道Police Day究竟怎樣解釋呢? 又或者她心中渴望的這個安全 是不是真真正正吵你老母的普世價值裏面所說的security 因為她作為一個吵你老母的中國人,那就僅肯定 就是這個中國人吵你老母,肯肯定是不想需要自由 肯肯定是吵你老母需要別人管 因為Police Day的真正意義就是,這個想吵政府 透過一些警察部門,去嚴格限制民眾的一些自由和行動 作為一個中國人,自由當然是擺在兩邊 自由都不想可以拿去當譜裏面,壓了她當錢 又不想可以吵你老母,當Bitcoin,換飯吃 要來把賣嗎?是不是? 吵你老母,中國人的世界不需要自由的 中國人的世界需要穩定 中國人的世界就是吵你老母,最重要就是當權者 千秋萬代,年年都百年黨慶,直到永遠 這樣就搞了那麼碟,吃碗麵 最重要就是成龍說了給你聽 中國人是以後習慣的,聽過沒有? 你老母,當然是這個Police Day是沒有問題 因為吵你老母,自由不需要 幫她的主人去鎮壓市民,鎮壓人民 限制人民的思想行為和行動 那就最好,幫主人去絕這個痔瘡 奶奶乾淨,他窩完爛屎的屎眼 舔你之後,然後再說主人的恩賜厚待 吵你老母,末世難忘,這些就是這些 吵你老母,中國人的吵你老母,他心裡想的一個說話 如果大家有看過《立場新聞》前一陣子有一篇文章 說得非常之好 他引用七十年代的一個法國作家所說 究竟Police Day是什麼呢? Police Day當然是你在那個地方裡 你會發覺那些警察有極大的這些權力 而且是吵你老母,有權去用盡他 有權不肯用就笨拆了 總之你賦予他的權力 吵你老母,他就吵你,用到他盡為止 不肯使你吵你老母,限制他 總之就是吵你老母,方題 權力方題,你吹他的想像 第二件事,這些政策 完全不是共產黨所說的 威隱憾父母 根本就是吵你老母,為這個鎮壓市民的政權而服務 以及警察永遠都是對的 你看一下,張建宗曾經出來吵你 就是說,警察做得不好 代表香港政府和市民道歉 立刻就吵你老母,被一些吵你老母元助級那些混蛋 吵你老母上天花板 怎麼你這樣說呢,警察永遠都是對的 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張建宗,你道歉,快想些 那你就知道吵你老母,香港進入了這些事情的地步 而以後,這樣搞下去 大家都吵你老母,都不想和這些警察有任何的 警民就不想合作,那怎樣搞法 吵你老母,那些市民就自己執法 自己做自己事,自己當了自己警察 變了自己警察自己做 那這一個社會,你說多麼堪坡和大冷漠呢 近來,我們已經見了兩宗的案子 都是見到這個Police Day 吵你老母的情況,就出現得越來越嚴重 首先,大家早一陣子 大家都知道到,在6月21號 在旺角裏面,有一條傻佬 吵你老母,在家裏面 無人眉頭曬浪衫 浪衫了一塊黑布 在黑布裏面,就有一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一個口號的一個旗幟 都拿了出來 在私人地方裏面,吵你老母,吵你老母,浪衫 竟然吵你老母,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被人篤灰,說他就是吵你老母,藏有這些煽動人分裂國家 吵你老母,搞港獨的這些吵你老母的標語 當然,警察就吵你老母,殺有戒事 拖了二十個人 上他的門裏面,還抓他拘捕了 控告他這個關於這個 歌犯了香港國安法的罪行 這樣搞下去,吵你老母,一經定罪 罰錢,五差事,吵你老母不得止 還有很等大的機會 要蹲監坐,吵你老母,坐這兩個 你也別說不嚴重 隔了一會間,還在同一個住宅單位裏面 拘捕了他一個36歲的女人 然後控告他 都有,吵你老母,搞了這個 吵你老母,煽動人 有這個分裂國家的意圖 早兩天,6月26日 吵你老母,柴灣耀東村 又有一個單位 門外面在一個鐵閘,貼了又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吵你老母 這個字句的sticker 又被人篤灰 吵你老母,又和一對人上去 又把一個37歲的 香港男人拘捕了他 說他也有煽動的意圖 呼籲別人去分裂國家 貼過這個臉的sticker 掛一張那樣的屌你老母的報 就屌你老母又有這些分裂國家 煽動人屌你老母 是要從香港獨立出去的意圖 嘩,你不要作臉大些 是不是這麼恐臉的報 一個banner,屌你老母 一張sticker就有這些情況 證據是屌你老母何在呀 喂,現在這樣搞 在門外面貼一張sticker 用什麼臉意,被人屌你老母的老臉 整股,在門口裡面 貼了這個 label 下去 然後屌你老母 匿名打去國安公署 陷糕害你 屌你老母,水勢都不屌清 你擠擠你去陀队兵 這樣去捉人 你警察部是不是很不想得閒 但是,真是屌你老母 幾個字都怕去屌你老母 這個政權去屌你老母 你這個黨已經是有100年的歷史 光山,好像你們這樣說 隱如盆石 國力都在射上火星了 屌你老母,你怕什麼 又有太空站 中共的勢力,屌你老母 整個窮都是 全家屌,屌你老母,怕什麼 這麼容易喊兩句口號 就煽動了些人 現在你的國安法這麼大 大支人,每個人都怕你 屌你老母,說兩句出來 就屌你老母 分分鐘就屌你老母 被你未審先判 是吧? 身家性命財產又有機會凍結 是吧? 鋪你的街銀行戶口 屌你老母,這一輩子都不寫紙 什麼時候拿得回 是吧? 你看看許智峯 現在屌你老母 匯豐凍結了他的戶口 那些錢都屌你老母 都屌你老母 都不給他 那你還不吃夠人的財產 香港人這麼貪錢 你這樣搞 哪個人夠膽出來 屌你有沒有分裂你的國家 喊兩句 你又屌你有沒有怕到震到這樣 堂堂大國 不是這麼賓州 你看看人家滿清 屌你老母 多多 天地會 木王府 屌你什麼紅花會 屌你 小刀會 反清木明 喊來喊去 明朝不就死了 屌你老母 不用這麼害怕 是吧? 屌你老母 喊兩句口號 你又怕到這樣 真是被人笑到你去面黃 這樣去搞法 真是一個不覺意 一個屌你老母 將這些色卡 黏在聶樓的門口 又說在這個上亞尼北道 黏在這個禮賓府門口 打完電話去這個屌你老母 國安公署 我可不可以屌你老母 葉劉和林鄭月娥 有分裂國家的意圖呢? 屌你老母 不過你看到這個政府 根本就是屌你老母 肉家之罪何患無辭 明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是2016年梁天琦 新東補選時 它競選的主題和口號 意思就是任何年齡的人士 其實你都可以有個機會 重新再將香港變革 改變香港 建立一個美好的一個 香港的一個城市 何來有這個屌你老母 一丁點屌那聲 推翻這個中共 分裂香港出去的這個意味 甚至沒有去到2019年 根本就是不肯是有這個情況出來 都是希望香港回復昔日 有一個一國兩制的框架 承諾屌你老母 基本法賦予我們香港人的權利 承諾我們可以有我們的生活上面 種種的這些包括遊行 集會 屌你老母出版 採訪 創作 言論的這些所有的自由 是你們這幫人 承諾你老母 改寫了遊戲規則 不讓香港人有這個 人家希望香港不讓 是變了大陸人的殖民地 是香港人的生活的這個城市 喊兩句口號 你就承諾你老母 老強我們就說 我們要分裂香港 出去這個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這個土地 又說我們勾結外國勢力 承諾你老母又說我們要獨立 你說什麼了 現在還找到一些 那些獨屎片的學者 前一陣子 第一件事關於這個香港國安法 犯了電單車鐵騎士 那一件的案件 叫一條獨樣上來 解讀這個 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這個口號 找了這個領大 這些獨屎 別人的教授 這個劉志鵬 講得到明 經他的interpretation 經他的專家的確定 就是說 如果這一句口號叫出來 有這個從香港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 分裂出去的這個意圖 也不能承認香港是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甚至沒有這個 推翻國家政權的意義在這裡 你說一句吧 不如你說一句 我們說一句口號的人 就要將從人類滅絕 地球攻敵 破壞大自然 將人類在地圖版圖上 全部蒸發走 說大一點 笨賊 總之你講到我們 人類攻敵 世界的這個public enemy 讓全世界都搞咎我們 好像你是中國武漢肺炎 那樣 笨賊 扑你個街 屎你老母 屎你老母 那又怎樣解釋 因為屎你老母 現在他要推這個 叫Police State Police的政權 就是維護這個政權 繼續下去 是吧 維護這個國家 你老母 有任何的顛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老母 隻眼紅了 全家產 都跑了出來說 因為現在警察 有這個 你老母 維護國家安全的 這個神聖的使命 是吧 你老母 在香港人都值得擁有 還要尊重 尊敬 和敬重 這一班 你老母 香港的執法者 是吧 要完全這樣 你老母 靠他們 在大亂之時 就頂著那個雞頭這樣說 這樣說到明 將他們的這個地位 升到神台那麼高 但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樣搞 是吧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一個不小心 大想把 蘇芬耶 大想把 這些的文宣 Poster 這單張 好想多香港人都有 甚至有些年輕人 聞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在他們身上 那你又怎樣執法呢 我真的很想請問 是不是全部都捉了 進去監倉裡面呢 用這樣的情況出來 用這個恐懼而管治 弄得個個都害怕了 以言入罪 文字獄這樣的方向 你說靠香港人 還會不會流亂 在這個地方出現呢 所以 近日香港的這個機場 出現了一幕幕 令人流眼淚 觸動人心的這些畫面 很多的朋友 Senator 告別她的 戚愛親朋友 情人 舊情人 舊性伴侶 我們成長,我們賺錢,我們有無限回憶,有無限美好的往事故事的城市 現在這個特區政府,基本上已經成為了中共的傀儡 林鄭月娥根本就是,每拔她一條繩子就會動一動 靠警察就幫她,將一黨專政的政策執行在香港裏面 所謂的現在口口聲聲所說的一國兩制 根本就是全家產明日黃花了,也是世界最想大的一個謊話 回歸以來的24年,現在香港人就是怕國安法隨時都有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勢力 或者有意圖組織這些恐怖的顛覆集團,去危害國家的安全 每天都活在這個恐懼當中 真是那一句,你又怎會怪別人 尤其是一些中產,有身家、性命、財產 有這些屌你老母的學識的家庭 不肯武俠玩劇走呢? 你現在想這麼多英國的飛機不夠來 阻止香港人走 屌你的老美,你猜又會不會成事呢? 就算英韓、BA都趕到明 怎麼都會派飛機來接些人 去到這個 空機都要接你的香港人走 你又內得香港人何 這麼忙啊,笨拆 封關鎖國啊,笨拆 香港人的心,看著通透你陀氣 不想每一天睡覺 窄醒都會害怕 不想走出街都是踩地雷 不想無人來頭 給身家、仇家 老人怎麼作劇 搞到自己屌你老母,身陷靈不陷,舔了屎 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麼不去屌你老母 密謀離開這個傷心地呢? 你這群這樣的想 不要再諱過於人 是你們令到香港人心背向 回歸24年 仍然是屌你老母,不喜歡你這個政權 原因是為什麼? 不要問我們,問你自己 MHK TV 觀眾大家好 2021年到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已經開始了 今年我們希望可以達到40萬的目標 去支持我們2021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HK TV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和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售到匯豐銀行 衍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亦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我們 98108874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MHK TV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將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以下的PayMe 或者轉數快的QR Code 幫幫我們繼續撐下去 多謝各位